佛才是最好的老师 开发我们的本能 不是向他学 他没东西交给你 完全是你自信里的本质居住的 你自信里的有话业 自信里的有乐业 有法华有法相 有善什么都有 不在外头吧 那只要包括所有宗教 真是如此 你这个念起来他真懂 一点都不讲 这是东方的文化 学术跟西洋不一样 西洋完全向外求 高阔机 远距离的时候 你看他坐飞机 在提前吊胎 他们到远距离 念头一动人已经到了 神族通 飞行变化 多自在 只要依照 经典的方法去修行 能力全恢复 都是本能 神通是本能的 不是从外学的 我们迷失了 心散乱 神通不能嫌弃 神通智慧 都是从清净心 平等心上 显的 那么最重要的是 是清净心 我们的经体 清净 平等 就 清净是阿罗汉 毕是佛 平等是菩萨 就是佛 统统在自心里头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那换句话说 心就是法 法就是心 真心是佛法 妄心是世界法 妄中有真 真中有妄 不相妨碍 迷了就有妨碍 物料不相妨碍 那些法法远容 华言将是世界 任何业法都居是世界 所以才得大自在